另一款是南丑新贵992 就是联想 8.1的时候买入 他说买了很久 他说入新贵可不可加注? 他想现水平买 刚刚说买任何股票 你都要有个想法 为何要加注 或者你究竟加注背后的意念是什么 因为问题 如果你纯粹客客问我 加不加注,是否止蝕 当你真的需要止蝕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就很大事了 联想没有人猜到 你看上周任何的言论 没有人猜,联想会是立入蓝筹 但主要分别是 因为恒指公司不愿意 找更多的股份 来入入恒指 而联想以往是因为位置有限 所以才把它剔出 但联想市值上 其实是千多亿左右 被动资金不会买很多 在恒指结构上占比较少 纯粹太冷门 才导致股价一蹬上来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做一些短线部署 升成一成左右 你应该要定定一些的指赞位 一穿九元就会取消 不穿九元就会博上十元 但问题是你突然间去加注 你如果纯粹又是在心态上 进南炒很多被动资金去买 最后不充 回到一段时间 你就只有一个坐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心态上是短炒的话 都开始要想吃糊了 中长线来说 联想基本因素上也有风险 就是说 供应链的问题 电脑那些相关的制造的零物件成本 会有没有机会上升 原材料成本有没有机会上升 会不会有机会随着美国的经济放缩 开始美国的出货量都开始转差 即是PC电脑的出货量转差 这些风险因素其实联想也会有的 但联想有一个大的优势就是市盈率便宜 十多倍PE左右 短线的股价是有机会充足的 所以这个股份的策略最正路就是 订回9元作为一个指赞位 不穿可以继续向上网 贪心一点 在10元不过分 但问题是10元这些位置 应该真的要想吃糊 所以这些位置加注的话 有个机会就是结果加完注之后 回分下去赚少了 所以没必要的 我觉得暂时来说 纯粹就是可能机缘口下 糊糊糊糊地打入南臭 那麽便等待吃糊 没必要 我觉得这样强硬去加注 因为在说基本因素上 不是前景一片两乃